4月23日,周扬青发文首斯罗志祥出会约女生一事引起了网友们的热议,文中提到他和他的好兄弟,对于那些被他们叫出来玩的女生非常不尊重。 让不少网友开始猜测,这些和罗志祥同流和乌的好兄弟到底是谁。 风平首先受害的,自然是罗志祥所在的极限男人帮,大家都知道,过期的罗志祥能够翻红,还要得意于参加了综艺节目极限挑战,并成为热门男团极限男人帮。 黄博,黄磊,孙红磊,罗志祥,王炫,张一新的一员。 提到罗志祥的好兄弟,网友们第一时间肯定想到的是他们。 恰巧的是,张一新工作室在罗志祥出事后,发布了一条异味深厂的动态,内容也一次回应了此事。 借助宣传张一新新节目,我是唱作人2,张一新工作室发文称,珍惜乌里满身的历练,也坚守乌染犯犯的坚持,后面还配图具体解释了这段话的意思。 坚持乌里满身不染半分花就开,而这个乌里满身,不免让人联想到,是不是在指罗志祥,同为男人帮成员,张一新与罗志祥的关系一向不错。 说要坚持不染半分,不知道是不是在暗示不管张一新身边的人是什么样子的,他依然保持着自我的本性。 更多的网友则是在感叹,随着新一季极限挑战的坚人,男人帮的几位成员其实很难再聚集了,没想到大家还没等来男人帮们再聚首。 其中有几个反倒先出了事,现状让人唏嘘。 在罗志祥被厮杀难前,王轩就因为出会90后小三,公然和小三秀恩爱,已经颠覆了网友们对他的印象。 这几年,王轩的事业一直不温不火,跟他之前被爆出会儿有很大的关系。 王轩一直都是圈内被尊敬的前辈,但这两年,一遍王轩时不时拿女儿狂多多出来炒作薄热度,口碑也大不如从前,不过明星炒作。 是常有的事情,在人品这块,王轩还是被见可到。 而2016年,亦则疑似有神秘女子做黄帛大腿的报道,让男人帮成员之音的影帝黄帛,被受绯闻的困扰。 虽然没有拍到他对感情不中的画面,但谣言伤人,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,还是希望网友不要随意指责明星出轨,这对黄帛来说,也是不公平的。 如此来看,目前男人帮中口碑最好的是孙宏雷和张艺兴,去年,孙宏雷喜货女儿,能看出初为人妇她的激动,与妻子的感情也多年如一日,非常稳定。 不过这几年,孙宏雷主演的作品热度都一般,事业发展遇到了瓶颈,前段时间,孙宏雷发文说,自己正在追青春有你儿。 还被部分网友嘲笑,她是不是为了保持热度,而张艺兴作为当红流量小生,非很少,死中粉多,刚被关宣将成为少年之名的导师,不管是人气还是事业,都蒸蒸热上,相信未来,发展必定不会很差。 男人帮才走红几年,个人发展却完全不同,有人管不住自己终究落得个身败名裂,有人出运而不染,这才是值得大家学习的。 目前,罗志祥事件的最新进展是,他已经回应了周阳青,称很多事情不是直言片语就可以说清楚,不会再去解释。 显然网友们对罗志祥模棱两可的态度非常不赞同,从他微博下面的留言来看,网友们几乎全都在批评他,甚至让他滚出娱乐圈,将他归为猎记忆人的行列。 由他代言的产品帮,也紧急删了官宣他为代言人的微博,创造影三,将他作为导师的微博删除,后续影响间接来了。 这一次,罗志祥想要再翻身恐怕非常困难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